在遥远的远古时期 宇宙中存在着成、柱、坏、灭的规律 当宇宙产生的时候 许许多多的神看到了末节时将出现的可怕结局 这些神非常的担忧 都想自救 他们纷纷下世 希望扭转覆灭的命运 一层又一层的神 却不知他们之上还有更高的神 一个又一个的精心安排 却忘记了此时的宇宙 早已偏离了真、善、忍的特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创无量大穷 圆容不灭之智慧法里 伟大慈悲的祝福 亲身降临 从宇宙大穷层层层下走 他知道 正法开始的时刻 必将有宇宙中的邪恶干扰 他问众神 有谁愿随我 抛下神的光环 下世正法 此时众神 却不迟疑 他们清楚 从古至今 一个下到人间的生命 从未有再返回天国的先例 但是有一群觉者 他们走出来 跪于主佛面前 签下誓约 众神 和天国中的无量众生 对他们的壮举 都流下了赶佩的泪水 他们将无限的希望 寄托在这些觉者身上 期盼着大法对他们的救度 于是 他们相继来到人间 临别前 他们互相叮咛 当正法开始 大法洪传的时候 如果有谁还迷在人中 一定要叫醒他 告诉他回家的路 一朝天子 一朝众 朝朝节元 把法等 在主佛的带领下 在中原大地的舞台上 下世的觉者 创造了人类的历史 典定着德法的文化 然而 千万年的轮回 生生世世的岁月 渐渐地 他们在红尘中迷失 在人世间沉沦 等待中 无知造业 忘却了来路 也不明归同 多少人间乱世 历经重重恩怨 心恶也大无望 大法 禁解渊源 慈悲的主佛 知道众生的期盼 他赎了所有众生的罪 把宇宙大法 带到人间 横到众生面前 大绝心更灵 得法是奸行 悠悠 悠悠数千载 远到 法已成 但是 一九九九年 七月二十 恐怖大王 从天而降 为思为我的旧势力 以考验大法和弟子为名 操控形形色色的黑手烂鬼和恶人 制造了宇宙中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磨难 慈悲伟大的主佛 力挽狂澜 承受着全宇宙 压向三界的业力 救度苍穹和众生 于坏灭的瞬间 维护 证实法 圆容法 放下生死中 兑现着神的誓约 学好法 发正念 讲清真相 精进修炼中 坚定着 对大法的正信 传九瓶 促三退 皆邪恶 相互配合中 挽救着 宇宙大穷的 无量众生 这个从远古至今的故事 正轰轰烈烈烈的上演着最后一幕 从悲壮下走的觉者 将中言而辉煌的回归 新宇宙 新宇宙的层层生命 将永远感念 正法的浩荡 宏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